曬出小孩在学校写的作文纸条 台中这位家长指控 小孩在国小校园受到老师的霸凌 原本只是学生间排挤霸凌事件 家长之间协调好后却成了导火线 被害家长无奈表示 过程中导师不但不处理协调 甚至在事后不断在学生家长中间散播谣言 让他的小孩遭受异样眼光被鼓励 家长说原本学生之间霸凌事件过后 小孩就不断被导师针对 甚至被散播不实的谣言 还指控老师请同学做伪证 让小朋友被信评会调查被学生孤立 直到今年三月小孩情绪持续低落 校方才出面处理转班 经过一个月也没有获得改善 遭指控校方回应 目前按照规定开始调查 导师已经调离限职 希望还给小孩安心的就学环境 不过处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疏失 教育局也将介入厘清正向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